花年县政府为了推广中华文化深耕读金教育 17号特别举办了全员读金钟 还有第17届读金会考 藉由向下扎根的经典教育 来提升社会的良善风气 要让经典更贴近日常生活 17号举行了全员读金钟活动 由北昌国小承办 花年县教育会协办 首次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 共计由64组队伍参加 而这次由淘汰制来竞赛 有才判团以口述的方式出体 让各队选手抢答 选手在时间内能够流利背诵得分 获得最高分的团队可以晋级 从97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赌金教育 那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家 古圣先贤的一个智慧结晶 还有生命经验都能够牢记在脑袋里 然后能够学习带人接物 还有应对进退的一些道理 跟实践在生活之中 那我想这对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还有学校教育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它对我们的一个温馨社会的一个营造 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理会的一个贵宾 来到现场给我们赌金教育的一个支持跟协助 那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承办学校 李昌国小校长 陈校长 谢谢 陈校长 谢谢 然后还有我们教育会的伙伴们 我们曾经浩 林专院理事长 还有我们说 哦 邱理事长 不好意思 邱理事长 还有曾经浩 校长 以及我们教育会伙伴 最近这次活动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跟协助 还有整个裁判团的一个联聘工作 然后还有感谢我们俄家协会理事长 和理事长在家长的一个团体 对教育的一个支持 现在许说表示 敬天地 李神明 奉祖先 校父母 以及众师尊 一直是台湾人最重要的精神内涵 现今家庭教育以及伦理思维 造成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读经教育的推动 让品格教育从根基做起 欢迎政府积极推动读经教育 透过阅读经典 让孩子们正在古圣先贤的肩膀上 看得高看得远 同时也培育孩子们正确的人生观 奠定重要的人格基础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